经济走向 美国的速克法案在猜中两月做出了决议之后 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挡下驳灰 让美国的百姓没有办法在圣诞节前 领到了600美元的现金补贴 也驳灰了国防授权法 让白宫可能在下周二进入了停摆的阶段 但是老师必须说一个公道话 特朗普这次要发2000块给每一个人 这个举措 真的是对美国是真的有效的方式 因为区区的600美元 对于一个对于目前失业 以及停摆的经济活动来说 真的是一个杯水车薪 难起效用 对不对 你一个三口之家 你又加起来你才1800块美元 你对于你自己的日常生活 或是你该有的加油 你可能都很有压力了 你怎么会说600块美元 对于经济补贴 对美国经济的百姓的救助是有用的 事实上真的是每一个人发2000块 对经济在圣诞节之前 如果真的拿到是2000元 那么对美国的经济 跟他未来的展望真的是比较好 所以是说当时民主党 他是本来也是争取有这么高的金额去发放 让钱可以快速流入社会 让百姓能够还款 然后消费 然后有房子住 度过一个耶旦节 然后中小企业也因为大家巨量消费 能够有资金来撑过这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共和党他的参议员就把这挡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共和党认为 他应该花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就好 不要全民都救助 那个是完蛋的 美国为什么在刺激防贷会遭受到最大的伤害 当然也是共和党 因为共和党执政 所以那时候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说这600块加紧通过 但是特朗普当然觉得大笔一挥 这个是没戏了 这个是没办法了 但特朗普对不对 原则上特朗普想的东西是对的 那么共和党就是错了吗 也不尽然 因为人家考虑到了 可能是你后面发出这么多钱 那你之后你还在举债 你会不会后继无力 会不会造成了更大的财务黑洞 钱发出去了 那政府以后还要再编列多少预算 来让政府做好基础监测 增加就业率 所以说很多的事情 单看一个层面的时候 很容易会有点偏颇 各自有各自的考量而已 然而美国这个协商式的政治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 但是可惜的事情是 没有人真的就跟百姓协商 这样怎么做会比较好 虽然是民主政治 但是人民从来没有在美国 真正的可以做主 有没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而在国际上 中欧贸易 中欧投资的协定 就最后一刻喊咖了 这个我们知道 这里面就非常有意思 在当时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特别打电话给德国的梅克尔 另外打给了什么法国的马克宏 希望把这个协议赶快签订 那么欧洲就开始认为一件事情 你中国老黄皮猴 一定想趁拜登上来之前 我们来签订这个合约 那么既然老拜的人有遇见 那么我们欧洲就应该趁这个机会 抬高我们的身份 代价而沽 你中国应该拿出了更多的诚意 向我们四个好 比如说什么 交代一下 你万俄的共产党 你在新疆有没有干坏事 棉花是不是染血的棉花 对不对 可以用机器收的 你就要用百姓的手去被棉花 去刺到流血染红棉花 有没有这回事 我听说有 但是你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 你应该招待我们进去新疆审查一下 那顺便让我们民主欢乐送 是免费送到新疆海免运费 对不对 想跟我们白人合作 你要拿出你的诚意来 然后 这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现在欧洲已经延后了进一步 跟中欧贸易协议的谈判的会谈 中国也没有继续的跟进 现在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到底谁要去怎么去进这一个步 是很纠结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放一放不着急 为什么 因为只要牵涉到中国的一个主权 或是他们的领土的统治 影响到别人的统治权 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可以同意的 这是明白的事情 你只要碰到红线 或是可以说是他们故意碰出红线 来让这个东西停摆下来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而这个投资协议就会不会胎死腹中 其实也不会 因为国际的谈判 谈的就是利益 既然你没打算低头 我们重新再来谈一次 对不对 因为中国这次的开放对欧洲 尤其是德国是大大有利的 因为中国现在首次的去同意什么 在海外的欧盟的投资客 可以百分之百的在中国设立公司的股权 这个是过去中国一定要内资跟外资 合并你才能够经营 而且你的技术可能会被中国偷走 这个实际化的事情 台上还被偷的还不多吗 对不对 这个实际上的事情 而中国现在表示了诚意 我让你变成完全独资的公司 由你自己的集团来主导你自己的公司 这样有没有很美妙 太美妙了 这个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因为美国开始关切了 美国为什么关切 美国就说欧洲有的我也要有 现在就是争议在这里 对不对 因为欧洲有的为什么 凭什么我美国没有 这不是大家都是自己人 对不对 这时候变自己人 所以说这时候就开始关切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当然就感觉不着急 放一放 因为无论如何 世界会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 也就等于是说是世界上第二尊贵的客户 因为他有钱 客户就是上帝 在疫情之后 你百废待举的状况之下 谁能够花钱 或是谁能够让你赚钱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未来这个会不会谈 相信在过完年之后 新年元旦之后 还该进展的还是会进展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是在美国介入之下 会发生一个质变 就是原本欧盟在第一次谈判 可以签下来的权益 在美国介入之后 就不一定能够继续拥有 可能中国就越去越强势 去把之前第一次谈判的 更减少一点对欧盟 为什么 因为如果美国想跟欧盟一样 那很简单 我们不用说服美国说你不行 我们把你欧洲的减少不就好了吗 这个是不是这个样子 有钱的人是谁 有钱的人是大爷 现在谁有钱 中国有钱 因为他现在的经济 明年今年还是正成涨 明年甚至可以达到8%的GDP进展 所以是说这个状况之下 有钱的人划势 现在就不是中国急不急了 而是在这个状况 三强鼎立的状况之下 产生一些外交的一个媒合空间 所以说真的利益社会会在哪里 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在外交上就是这样 除了我们中华民国 对不对 跟美国谈了半天 赔了富人又折兵 没有拿到FTA 我们还这样继续吃下莱猪 对不对 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事情 这个是很罕见的 我们中华民国还是世界非常厉害的 因为这个事情很罕见 好吗 可以确定的事情是 2021年也就是真正的后新冠时代 世界的产业链将会分化的比较开 也是真正的怎么样 在这个历史世界之中 会把劳力密集的产业 跟高度服务的产业 跟网路产业 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分化 而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什么 高密集度的劳力的 比如说工程业或制造业 无论设备的精进速度 或是一些AI的状况 电子手 最终都需要工人去操作 有一些比如说建设 你土方 或者是一些工人 你是必须要人去做的 说制造业它还是制造业 这个在5年之内 你是不会有什么这样的状况 但第二个就是高密集的服务业 什么叫高密集的服务业 包含了物流 物流你说要运输吗 当然它也是个服务业 我们把它大型归类一下 说物流运输或是美装产业 这些需要高度技能 而且必须现场服务的人 会在一个区域里面 它也不会太多变动 而现在最多变动是第三个网路化产业 老师说的网路化产业 指的并不是所谓的AI程式设计 或者是IT产业 而是餐饮业金融业生鲜百货业 都会在整合的网路下产业 这么说好了 以我们台湾跟中国来讲 各位朋友 你上馆子去吃饭的次数多 还是你在家里叫外卖的次数多 我们说次数 我们不说金额 因为次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比 一个比较点 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端倪来讲 就连老师自己 下馆子的机会 绝对不会比外卖次数多 一个礼拜可能叫两三次外卖 但是下馆子次数 可能就一个月只有一两次 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所以百货业 未来也会因为疫情的教训 逐渐发展到买菜 也会从线上的去采购 现在可能已经有 但是它并没有那么火 而替换到现在所谓的菜市场 或者是一个生鲜超市 老师简单来讲 如果你在台湾 如果你是开菜摊的 这些菜摊 你第一个跟一个老熊猫 或者是吴博弈 你去配合这样状况之下 那么你提供别人在早上的时候 可以在你的 在他们的平台上面 去订购你的蔬菜 或是你的猪肉 或是你的市场 你在菜场卖的东西 那么你很快就会大发历史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大家很容易相信 菜市场的菜是比较新鲜的 而事实上菜市场的菜也是比较新鲜 不见得最高品质 但是新鲜程度是无庸置疑的 而当你可以你的菜摊可以提供 或肉摊已经提供到这样子的 温体猪肉 甚至是新鲜蔬菜 比如外送也直接送到客户家的时候 不说别人 老师就会买 为什么 因为出去买菜 对我来说是很花时间的事情 这样状况之下 我就会花了 物流费 就是外卖员的费用 服务费 我要去买菜场新鲜蔬菜 反正我知道是哪一摊 对不对 这个事情就比较不一样了 很多人还是会说 老师 我还是会去菜市场 为什么 人情未重 我习惯 对 大家也这么讲 40年前 大家也认为 我会去 阿公阿嬷开着老人家开的杂货摊 去跟他买一些日用品 而我不会花比较多的钱 去超商里面去买日用品 但是40年过后 活下来的不是那些杂货店 而是留下来的潮商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而未来的百工百业 是否就跟疫情以前一样 会把员工拉进的高昂的办公室 消耗大量的设备以及资产 才能够营运的模式 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变革 棋盘式的分散式办公 省去了资方大量的一个 不动产的成本 提高了员工可以运用的时间 很多层面上 对于企业经营是利大于弊 而最大的缺点其实还是有的是什么 是老板再也不像老板 就不能在那边乱骂人 或者是一个遗址气死 你那个态度开始 就没有办法去有这种成就感了 没有骂人的成就感了 对不对 你就变成只是交办工作 跟审核工作进度 然后就是按你工作量 你要给人家一定的报酬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能不能丢掉这件事情 就是看谁变得更快 而这样子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未来省下这些钱可以把这些钱分给了员工 让他们收买他们的人心 跟公司的向心力 跟招来更好的人才 也可以把这些省下的钱分给股东 当作股东的权益 这些都是好事 而员工少了通勤的时间 每一天至少可以省下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那么资方是不是可以塞更多的工作 给这些员工呢 因为责任时就变成更理所当然了 因为你都没有来上班 那么我给你的工作 你是不是应该当天交完 加班你在你家里加班 那就我也不用支付成本 这对于来说 对员工来讲 好像还可以接受 至少我在家里 对老板来讲 我省下这么多成本 这未来是会必然会成就的事实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而这样的发展 都是必须基于在一个基础上 什么基础 5G的应用空间上面 你5G的运用的广泛 才能够进展的顺利 因为网络的速度 就决定了办公的强度 谁的网络铺设的完整 谁的社会经济 就会进步的更快一点 包含了汽车工业 以及各项基础建设 谁的网络又快又稳 谁就可以做得更好 跟汽车没有关系吗 你的自动驾驶 难道不需要网络吗 是需要的 因为你要更新你的一些地图 或是做更好的导航 到L5 你都必须透过最快最稳的网络 包含了无人机 甚至是个人建筑 你要怎么去监工去监测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换句话说 我们网络的建设竟然这么重要 那么即使在现在状况来看 我们可以确定 现在中国的铺设是比较好的 而在美国 我们假设一下 假设拜登真的可以活到他卸任为止 这一任期做完 那么他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看见万恶的共产党 不讲人权 真的是世界的公敌的共产党 他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的经济体 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